嗨,大家好,我是Core Maraisan,大马饭一仔 三合一啊,ok 再加这个啊 嗯,Nescafe,咖啡粉 真的是啊,不错喝哦 ok,上一期啊,我们讲到这个 圣泉的讲公主 孙鲁班,big tiger,孙,孙大虎 real bad girl,一个碎女,一个坏女孩 今天我们要讲的啊,是他的老公 孙鲁班的老公 吴国的驸马爷啊,孙权的女婿 老好人,他是个老好人,他叫什么名 权虫 对了,权就是权虫产的权 虫呢,就是一个王家,一个宗教的仲 刘表不是一个儿子吗,叫刘虫嘛 就是一个虫,权虫 ok,我们先来讲讲他的父亲 权虫的父亲,权柔,柔顺的柔 汉林帝的时候,举孝脸 孝脸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孝顺 你连接,有人举见你,ok 就是举孝脸,曹操也是这样的,举孝脸 在没有那个客举制度之前 汉朝选八官就是举笑脸 后来呢,董卓作乱金士,洛阳 权柔就器官回向了 而在后来呢,顺侧就向元素揭兵了 在扬州起兵了,权柔就举驾去投奔他 ok,然后到了顺权的时代呢 当然啦,这个权柔也是追随顺权 然后呢,千人掌食 ok,权虫年轻的时候呢 有一次他附近权柔就叫他去 拿素欠蛋米到市场去卖 结果呢,这个权虫怎么办呢 把这些米分给了那些穷人 那些士大夫读书人 他附近的权柔很生气啊,可以骂他 他说,哎呀,卖米是小事 不急,ok 然后救不救穷人呢 才最重要 到了后来呢,中原大陆呢 有很多中原人士就 到南方去避难嘛,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就投靠了,全家 ok 然后到了建安24年 公元219年 关羽不是袭击,那个朝人嘛 在凡臣,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权虫呢,就上周朝廷就是顺权 提出他作战计划 不过那个时候顺权的旅盟已经有 已经有,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 所以就没有用 权虫的作战计划 然后后来打败了关羽 然后搞庆功宴的时候呢 在庆功宴上呢 顺权就把一部分的战功 可以积在权,权,权,权虫时 这个是自己的女婿嘛,对不对 然后呢,就奉这个权虫为 杨华亭侯 封侯了,不得了封侯了 OK,到了公元20年呢 吴国一派水师打水军,打动武 然后,顺权就派吕蒙去抵抗威兵 然后这个权虫也跟着去了,然后就打败了 魏军 然后呢,就奉了,这次又奉了一奉前唐侯 前唐将附近的侯,前唐侯 OK,然后到了公元228年,皇初七年 OK,然后顺权 又命令这个权虫 啊,去辅助陆逊,去对抗朝秀 结果把朝秀给打败了,OK 然后那个时候淡羊,一旦有权贼作乱了 然后顺权又命令这个权虫呢 当这个动案开手,OK 权虫呢,去赏罚分明 然后去几年内,就招案了 几万名那个权,OK 然后到了这个,哇这个厉害 这个地方讲,公元233年,你知道吗 冬武的这年号叫什么 佳河二年,佳河啊,听过佳河吗 对于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公司啊 当年周文怀创办的佳河啊,电影公司 就是个佳河啊 你看历史有趣吗 对不对,he's so interesting isn't it yes,历史太有趣了,佳河在公元233年出现了啦 OK,那个时候,权虫就领了,那个领军给五万多人啊 去征讨一个地方,叫六岸的地方 那个权虫已经升为,呃,左大司马 还有那个,呃,右大司马,不 还有呃,左军师 OK 回圣人呢,我看了两次三国演义啊,我都没有看到,啊,权虫啊,权虫啊,权虫这个家族啊 原来权虫在,啊,三国演义第96回啊,就已经登场了哈 当时就是哈,他就是被孙权派去辅助那个陆训啊,去对抗那个曹秀的哈 然后在第105回又出现了,这是,这是真的要讲讲 啊,是三国演义第105回,啊,那个,诸葛亮就兵士武藏元嘛,对不对 啊,将为又等人就护送,啊,诸葛亮的遗体回成都 孙权就派权虫啊,啊,引军几万人啊,囤兵在一个地方啊,叫做巴丘的地方 为什么?就是防止啊,威军啊,偷袭成都啊,趁诸葛亮兵士啊,偷袭成都啊,啊,你看那一子啊,你看,看到 所以哈,间接上来说啊,啊,这个权虫是为诸葛亮守灵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当然这是他老丈人,啊,孙权的意思了 啊,毕竟孙权还,啊,还头脑清醒啊,知道不能失去,啊,这个,啊,俗汉,对不对 尊汉齿王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权虫啊,在吴国,他们全家是非常显赫的 权虫归为吴国的驸马,对不对 他老婆是,啊,啊,孙权的长公主,对不对 顺鲁伴被开个顺 OK,所以权虫很多,中青呢,就,啊,很,很显贵啊,所以啊 过着吃上喝啦,生活全崇啦,她还是那么的谦虚啊,那么的节节 后来,后来,她老婆,孙鲁伴,啊,就卷入,啊,啊,这个太子,太子党之政啊,就是,孙鲁伴,她不喜欢孙和这个太子啊,第二个太子,孙权第二个太子,孙权第二个太子,也不,也不喜欢孙和的妈妈,OK,王夫人 所以她就支持另外孙权的儿子,孙爸,OK 结果搞来搞去之后,啊,孙权就废了孙和,孙爸呢,也被吃死了,你知道吗 所以啊,陈寿啊,OK,啊,三国志做的,陈寿是怎么点评 全崇呢,说他是当事之财 不过呢,啊,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因为全崇的儿子也卷入当众啊 而,其实啊,陈寿没有说了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全崇没有管好他老婆哦,孙鲁伴 为什么,他毕竟他是孙权的长公主嘛,有那么的八刀,八刀长公主,对不对 有那么的坏坏,OK 所以呢,啊,而,好了,孙鲁伴呢,和这个全崇有没有儿子呢,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全义,那个义就是选择的词,把那个挑手房去掉 改成性,性情的性啊,义啊,念义,权义,还有这个全乌 不知道为什么叫全乌,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啊,全乌,无国的乌啊,全乌啊 后来这个就是因为后来这个顺鲁伴政变嘛,又啊,政变了,他失败了,还以后我们再谈啊,失败了,你知道吗 然后被流放了啊,所以呢,那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全义啊,大儿子啊,就领兵在外,你知道吗 他听到这个消息,你想想,若换是什么,很惶恐嘛,他就带给他的一些唐兄弟,那么,投奔了曹威 说白了就是那个,司马赵啊,司马赵,司马赵之姓的司马赵,路人皆知那个啊 所以呢,全部啊,都封侯,封侯,所以你看 到了后来,魏京南北朝嘛,中原人一贯难渡嘛,我觉得全义的后义啊,应该有一致啊,就依据到了那个福建的金江啊,金江也是一个半岛啊,福建的最南端啊 然后呢,到了南宋一二三八年啊,有一个叫全征咒的啊,全史,一个全征咒啊,他在一二三八年他进士了啊,就是考到庄严一样,进士 然后官拜,官路,大夫,上树,左朴啊,应该是很大的官啊 我相信呢,后来有一只啊,然后就依据了今天的雷州半岛的金江啊,就是韩妹妹的老家,金江啊,马赵区,麦河寸 OK,再说说,金江和这个雷州啊,其实是距离很近而已啊 七十四公里的距离啊,然后吃成一小时多而已啊,所以你看到吗? 金江,从金江到山江都是水,水,水都跟水有关,对不对? 全茶妹妹,跳水,你说哈,啊,巧合吗?啊,应该是天注定的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全红茶的祖先,至少有一只啊,就是那个,孙鲁班和,啊,全虫啊, 啊,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全义啊,全无啊,啊,这两个人啊,肯定就是嘛,就是有,有,啊,有生全的血脉嘛,对不对? 孙鲁班是生全的长女嘛,对不对? 你说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呢?我觉得太有趣了哈,所以我觉得啊,何教练应该,把这事告诉啊,我们全农产妹妹,让她对历史产生兴趣,然后增强她的文化知识啊,你知道人,人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啊,思想,啊,思想,啊,思想怎么来呢?就是不断的汲取知识,知识,知识,而来的, OK,好嘞,这次分享到这儿啦,谢谢大家收看,谢谢,谢谢,谢谢!